李大 李大 你藐視公堂目無法記 本官還沒有治你的罪 你竟敢又在光天化日之下 賄賂朝廷命官 來人 老爺 這是後堂 不便用刑 念你一把年紀 暫且記下 公堂之上一併發落 大人 實在公堂之上 小人多有得罪 可那時小人 實在棄不過那些刁民 他們無中生事 誣陷咱們家老爺 還望大人海涵 好一個無端生事 那七天罷產坑害良家婦女 也是無端生事 此案本官定要查清 你去回覆你家園外 莫把本官看作盈盈狗狗之輩 本官清正聯名 你就是搬坐金山來 也休想洗脫罪責 國法森嚴 宋某絕不傾恕惡人 宋登閣 你別不失抬舉 你一個小小七品憲令 竟敢目中無人 告訴你 我家老爺要收拾你 就像你死個臭臭 哪個知縣道任 不是先來拜訪我們家老爺 自認門生 你倒好 就像吃了雄心豹子膽似的 臭架子不小 還敢在我家老爺頭上弄土 我看你這烏紗帽也戴不了幾天了 煩了煩了 給我呼了出去 宋登閣 你錯過了今天的好日子 就是用八抬大轎 也別想抬了李爺的一條腿 走 老爺 微觀清廉不容易吧 哈哈 而且你還得多加小心咧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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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老爺又要生疼问案了 正等你去 哎呀 问啊 我看你家老爺是问不好这个案子的了 你先去 我跟孩子们玩完了 再跟你家老爺玩去 你快去 你先去 去 去 老爺 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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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他竟敢藐视本县 聚不到堂 来 在 速带李祺堂前来见我 是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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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别老爺 御师大人驾到 御师大人驾到 快快 请到后堂相见 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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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河县 你计谋皇上恩宠 就该报国安民 你出道任上 就收受馈赠 大吃大喝 挥霍明指明高 如今有人把你告到御史台 你可知罪 下官不敢 此乃无妄之词 大胆 还敢狡辩 案查院卓本官特来查询案情 你若不知悔改 这个 你这把县令的交易 还要不要做了 下官之罪 下官之罪 若不看你乃荆轲投名状元 要是出犯的份上 我早就把你给隔了 是 你好好逼门思过 待本官查明案情再行处置 备叫 大人 待小人送您到驿站歇歇 不必了 我还要去拜会李祁堂李大人 为官要尊崇前嫌 怎可目中无人 宋登阁 你可别忘了 受死的马儿比狗大 你可别忘了 我还要去拜会李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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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别忘了我 这可如何是好啊 哪怕什么 当官嘛就要为民做主呀 我是想为民做主啊 可没官了怎么做主啊 要官要民 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记住要什么蛊就种什么阴 这刚一上任 就得罪了有权有势的对头 老爷我看 叫我给他送礼 我宋某绝不为五斗米折腰 老爷 再说 我们哪有钱 去打通他的关节呢 老爷 只有保住了前程 才能为民做主啊 要是不忍这一时之气 怎么能有前程呢 老爷 这件事就让小的替你办吧 好吧 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吧 为老爷记心是小的本分 去吧去吧 快去吧 好 今天大人光临下官荣幸之志 聆听大人教会 下官如醍醐灌顶 不到之处还望大人海寒 好 下官敬大人一杯 好 来 表心 来 表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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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和先令 你这个事情 本官回朝后 要向案查院和吏部禀报 上上 大人 这是碧县的一点土产 也是下官的一点心意 还望大人笑 万万使不得 下不为例 那我就不客气了 收下 我说宋先令 你这个人为人还是很不错的 大人过奖 本官呢 有几句话想点拨于你 愿听大人教诲 你书读得多 却没读懂两个字 你文章写得好 可没写好这两个字 下官后教不知是哪两个字 这个 关节 关节 有滋味 这关节不通 关运不行 审时多事 方可运转自由 还要不得罪 金玉良言 金玉良言 来吃鸡 我数鸡 我吃这个 谢谢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下官 干敬大人一杯 好好好 干干干干干干 这个朝中的大臣那是千万不能得罪啊 十个人说你好 不如一个人说你坏 更能使圣上相信 李大人朝中门声夺的事 你怎么能不顾自己的前程和他作对呢 下官汉爷 当日一时起盛 即想做出些政绩来啊 政绩 是你这样做的吗 小小平民命如草芥 理他作甚 不过要出政绩 倒必须在他们身上做点文章 你可知道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妙用吗 下官定会谨记大人的金玉之言 只是这次 老弟呀 你放心 回朝以后 公安 不管有多大的困难 我尽量的为你开脱 多谢大人 下官呐isto 你放心 这个情况包在我身上的 多谢大人 下官莫尺不忘 大女同 你想要 力, 去 过 favor 谢谢ー 老季 幸亏本官应付得体 御史大人才满意而归 只是我置办礼品 已预支了一年的俸禄 但愿这一关能平安度过 宋大老爷 你的关心还正旺 我看我也不必在这里多事了 平僧还是云游四方去吧 这如何使得下官的虔诚乃法师所赐 仕途艰险 倘若日后万一有个山高水滴 还要请法师元首 既知仕途艰险可不早日罢首 我看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了 你这里已经好帮手了吗 平僧游荡惯了 我还受不了你衙门里的酸味 是 你先留下 是 嗯 不过嘛 你这一年的俸禄都花光了 你拿什么来供养平僧啊 这 老爷 老爷 这 这里头 有啊 哦 法师不必多虑 下官自有办法 哦 我看你还是留下吧 嗯 嗯 嗯 夫人 夫人 啊 管家来了 嗯 夫人 嗯 您叫我呀 是这样 啊 官人为肚子难关 花费了一年的俸禄 这上上下下十几口人的支付 眼看就要断了 我一个辅导人家也帮不上什么忙 这几家首饰你拿去兑些银两 已被府中应急之用 夫人 您不必担心了 老爷已经有办法了 这些东西已经不需要了 哦 哦 对 我还得给老爷送参汤去呢 各位乡绅 这捐税为何拖延至今呢 哦 大人 今年雨水过多 残势不佳 丝绸行生意一落千丈 再加上捐税 殿家实在不堪重负啊 对 我们茶业行也是啊 完成税本已是不易 再加上捐可实在受不了了 好了 不必多饮 县衙修理费 官道平整捐 一文钱也不能少 另外 全县百姓人头税再加一成 老爷不成了 不能再加了 老爷 你们好生糊涂 这县衙修善 乃是为了本县的生育 俗话说 官不修衙 民不修殿 我宋某修县衙 绝非为一己之私 平整官道乃是为发展商势 不加捐加税 难道要我宋某自己出钱不成 老爷 老爷 哪个再敢多言 定不饶恕 好了 快下去吧 是 是 老爷 老爷 你怎么扫的地 狗奴 你怎么下了眼睛了 狗奴 你去备些礼品 我要拜访李渊外 李渊外 李渊唐 马上 马上就去 不打通这一劫 我们在这里就站不住脚 快去 快去 我懂 我知道 快跟上 太吻了 停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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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故停轿 七兵老爷 前面是和尚拦住轿的 叫他过来 和尚 老爷叫你轿前回话 宋纳老爷 这是到哪里去 这个 去礼府 是去问案 还是去拜访 这不方便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 我也想看看那上书下书 圆里圆外是怎么回事 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大人物 本官是去问案的 你是说不要去捣乱的 这样 你问你的 你想谈就谈 想问就问 我是有酒就喝 有肉就吃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 走 起家 这是我们老爷的拜天 想帮门上的兄弟通报一下 好的 进这个门还不容易 请宋老爷到后堂相见 傻跳 宋老爷请 穷困了走开 我是宋他老爷的师爷 不信你问问 宋老爷会亲你这块料做事也 你不信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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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不香 是不是 你看 你这个眼睛看人可不高啊 你这个眼睛看人可不高啊 嘿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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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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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宋登阁求见 晚生宋登阁拜见李大人 原来是宋县令大驾光临 五老先生替老夫下完这番残棋 好好 平三是最爱看收拾残局的了 大人 宋县令果然是一表人才 不知光临臂府有何见教 老前辈言重了 晚生初到位上 本当早来拜访 只因公务缠身未能如愿 今日特来致歉 万望老前辈害寒 老前辈请 宋县令过前喽 上茶 好好好 那么老夫就溃领了 晚生不胜荣幸 这一手还挺管用 晚生今日造访 是要向老前辈讨教治政的良策 老夫已经退隐山林 哪敢妄言什么治政良策 老夫只求安度晚年 别落得个七天罢产 坑害良家妇女的罪名就足够了 老前辈快莫提此事了 晚生唐突 险些著成大错 万望老前辈念我出入仕途 行事糊涂 原谅了晚生 宋县令真是心有灵犀 挂耳能改 难怪御史大人美美的赞扬于你 如此良才 以身得老夫之心 万生惭愧之急 还望前辈赐教 这招下去怕是要合棋 若论治政之道 你宋县令的妙招 着实让老夫废了一番脑筋 仕途众人常说 令瓦绝户井不再遮阴树 而你宋大人偏偏被长矣而行 既修官道又修县衙 此举初看似乎是智政幼稚 然而仔细推敲 此招既冲了门面显示政绩 又解了府内无银之困 大有道理 大有道理呀 此诏还有一截 秦才大人不日将来寻查 到时候官到县衙一起进宫 你的政绩便可直达圣上 还愁不加官进决吗 至于增捐加税嘛 这一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足可折眼过去 你当那秦才大人真会微服私访吗 道神的驿馆该好好装饰一番 多谢大人点拨 晚生感激不尽 大人真是帷幄之中观天下 朝中之事尽皆了如之诈 我的门声遍布朝中 什么事情还能瞒得过我吗 是是是 这一后手打劫还挺厉害 观其不语真君子 见死不就是小人 平僧才不怕当这个小人 看来此地非讲话之所 来人呐 老爷 在那厅摆上酒宴 我要和宋大人把酒长谈 是 请 谢老大人厚爱 看来这场酒瓶身是喝不上的了 这些狗官为了自己的前程 只把老百姓往死里逼呀 是啊 那捐税呀 不知有多少进了私人的药包 入了福的酒菜一茬不如一茬 老爷呀 老百姓对你可有微词 反正我也听不见 由他们说去 抓民工修官道 天也慌了 菜也慌了 还说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呢 我看是干死炒臭豆腐 一个味就行 狗奴 赶快把他们给我赶走 是是 你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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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您请坐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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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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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河县令宋征阁叩见钦差大人 宋老弟久违久违 大人是您 本官这次待天寻寿 本无圆河县之行 上次回京面奏圣上 为老弟开拓一切罪责 保奏老弟乃是至先的奇才 多谢大人夸奖 想难愧不敢当 故而圣上命我绕道来此 再次考察老弟的政绩 我想老弟不会不领会其中的奥妙 总不能让我空手而归 大人放心 大人放心 好 老弟 你速把至宪之道写成奏折 我好带回京复命 下官正有奏章 上达天庭 翻请大人代劳 您看这是您的意思 老弟是文章美 字也美 果然是名不惜传 大人过奖 还请大人指教 大人先请到驿馆歇息吧 好 请上轿 官人回来了 上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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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请 官人给 这是什么茶 这就是官人每日用的茶 怎么如此味道 快去换来 官人今日赞如此大的火气 府里的下人越来越不像话了 你这个做夫人的 该好好管管他们 官人 今日迎接钦差大人巡查 可还顺利 自然 自然 本官做的事滴水不漏啊 钦差大人对我是十分的满意 不时的赞赏我 还要在圣上面前薄举我呢 本官生妾可是指日可待呀 官人 妾身有几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有话快讲 官人该多为百姓想想 此次增捐加税 百姓怨言不少 他们实在是很苦啊 哎 富人之见 不加捐加税 何以平整官道啊 不修县衙何以有政绩 没有政绩何以有生切 再说没有捐税 这府里府外上上下下 如何打点为耻啊 那也该给他们喘息之机啊 喘息 还有上次状告李源外的人 他们都在疯传 说官人得了李家的好处 官官相互 说什么不为无斗米折腰 全是在骗人 嘿 刁鸣胡言 理他干什么 你只管做你的夫人 这些事你少掺和 官人 你不觉得你变了吗 我?变了? 那是世上的钢肠变了 本官岂能不变呢 要说变了 那是本官变得更聪明了 官人 你还是多记点善音吧 什么? 你居然敢教训起我来了 我看你这辈子 只配做个乞丐婆 你 来 来 来 随我来 好的 老爷 什么事? 老爷 拿来我看 老爷, 你来 快快 赏音 赏音 谢谢 谢谢 老爷 你来 去吧 朝廷公文怎能乱动 来 打点行装 明日启程赴任 怎么回事 钦差大人回京 为我多尽美言 说我至现有方 礼部以准着身为平江之府 着令吉日赴任 至极还是凶 至极还是凶 至福还是禍游 老爷上轿了 老爷 请 小心点 来 你们道歉啊 齐轿 慢点 开闻了 开闻了 老爷, 长州知府到了 上来上来 大人 书喜灵门 可喜可贺 长州县寿礼 一如意一笔 如意如意 你如意 他不如意 他如意 你不如意 都想如意 人世间哪有真如意 江音县寿礼 古画一幅 无限寿礼 夜明珠一对 金珠 银珠 夜明珠 不如有一幅好眼珠 相断无匹 白玉花瓶一对 千年补业一方 小王八 小王八 一个 你是来耍弄本府吗 大人息怒 此乃吉祥之物 俗教的金规 亦在助大人金规之体长寿之意 本府倒也想起来了 当年曹操曹孟德也曾有诗句 龟虽寿 是 想必你也费了不少的心思 谢大人夸奖 好 元宝 仇段 受他一份 大人 您再看这一件 拿来我看 龟子 大人 大人 这次分明是借此物 诅咒本官 给我呼了出去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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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真 习生官又发财 正是此义 原来如此 手下 宋大老爷 现在是正知曙天 怎么就到了冬夜初八了 此话何意 老爷的生日不是冬夜初八 修道虎爷 原来贵人都是有两个生日的 过一个生日收一份礼 我看还不如每个月都过一个生日 岂不更好 诸位 千万莫听着风和尚胡言乱语 马上请诸位到后堂入席 对 后堂入席 后堂入席 老计 你怎么用来交本府的局 这是何意 评审交的什么局 交的是贪欲之局 还是地狱之局 反正谁要是躺进金棺材 金银珠宝就把水买 贪欲过头是要下地狱的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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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走 好嘞 好嘞 很嘞 做好嘞 好嘞 知道是谁家的千金小姐吗 这并非下官迂腐 只是有些个不便之处 下官愿闻其想 此女乃户部尚书孙大人之女 她年方二十仍待字归忠 她曾说若没有如意郎君 事不嫁人 为此即得孙大人夫妇 那是常常愁眉不展 我此次回京复命 在朝房遇到孙大人 谈起此事 我说你老弟是年轻有为 孙大人是千同一万手肯 一定要我成全此事 他回府说与小姐 小姐竟一口答应了 只等你一句话 便可成就这美满因缘了 孙大人可知我已有其事 这如何使得 我说你尚未婚配 否则此事怎么能够和谐 这如何是好 日后若孙大人得知 下官怎处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因缘 孙大人答应了 只要能够成就此事 他保你日后京城为官 那老弟的前程 可就清云之上了 到那个时候 你把孙小姐立为正事 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大丈夫 有个三妻四妾的 那不是很平常的事吗 是 只是 老弟 你仔细地想一想 速作决断吧 好 就这样说定了 夫人那儿 我自有办法 相反大人回京之时 将下官的聘礼先行送到孙府 带我料理一下便去京城相亲 择即日晚婚 好 好 我这就去办 老弟 今后前程锦绣 家官进爵之时 可别忘了我这个大媚人 下官怎敢 御师大人 说笑了 好 那就忘了我这个大媚人了 老爷请 你速去把夫人请来 我有要紧事和她商量 是 官人此刻找我 莫非有要紧之事 正是有要紧话儿要告知于 官人请讲 御师大人来府乃是为我做媒 后部尚书孙大人已决意招我为序 大丈夫三妻四妾也是有的 妾身并非心胸狭窄之人 官人如果愿意尽可自处 这个 官人还有何为难之事 只是御师大人对孙大人讲道 说我尚未娶亲 所以孙小姐过门之后 必须立为正事 这 这如何使得 我也如此说 可是孙大人答应我 带成亲之后 保我京城为官 这可是关系到我的前程啊 所以你就答应了 我也是万不得已呀 再说 你我之和既无父母之命 又无媒妁之言 我乃朝廷命官 七世岂能名不正言不顺 可这你我的姻缘 可是活佛他老人家住过婚的 活佛 一个封和尚 他是你父母还是我父母 若叫朝中同僚之道 还不笑掉大雅 官人 俗话说一日夫妻拜日恩 你停妻再去 莫非将往日的恩爱 尽皆忘了吗 正是念着往日的夫妻情分 我才容忍于你 好了 我主意已定 你如愿意继续留在宋府 那只能做个偏方 否则 别以为我宋某 不知道如何修妻 好 官人一去你还哭什么呢 活佛 妾身如今已难在这个世上为人了 这个世上不行吗 只是你尘缘未尽 事情还没办完哪能就去啊 可是妾身如今已无存身之所 那你就哪里来到哪里去吧 为什么叫我哪来到哪去 是啊 我看你呀 还是先回去挂起来 妾身险险忘了是该挂起来 hungry 我来 虽然为输风 宋大人 谢谢 特意宋大人 多互送药 好 hundred人 多亏了 多亏了您 大人 这是谁送的 好是奇怪 这里面好像太奇怪了 打开看看 奴才不敢 大人请看 怪人 怪人 这是谁捣乱